继续在追快乐大本营的同学一定会发现 谢娜貌似已经缺席很多期了 最近这一期 娜娜没有回来 却来了一个新主持 没看过的人是不是会以为是沈梦辰 陈亚安 答案是 N.O.真是无巧不成书 这个新来的主持人和谢娜竟然还有重要的关系 因为她这个名字 刘烨 这个新来的主持人叫刘烨 应该大部分人都知道 谢娜曾经和刘烨有过一段往事 曾经谈过一段五年的恋爱 当年娜也是金虹玉女 一度火热被很多人看好 也说过非你不娶非你不嫁的话 然而最终还是劳烟纷飞 往事暗下不提 这次谢娜因病缺席 爱本换上新主持人 可能也是综合考虑能胜任因素 选择刘烨也是无心的 但是对于谢娜来说多少还是有一点尴尬 聪明机智如何老师 一句话就悄悄地维护了谢娜 在介绍刘烨的时候 何老师说 这是我们的刘小夜 怎么样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何老师真是个老油条 这脑子是咋长的 一个刘小夜 既让谢娜不是那么尴尬 也表示了照顾新人小妹妹 再者是不是也表示了谢娜的大姐地位 信息量好大 刘烨是湖南台的主持人 长相主持功力也都还不错 但是第一次上快粉也是出现了不少问题 被吐槽出风后抢无心的词 还挡住了TFBOYS的一扬千玺 可以说也是很尴尬的 实际上刘烨也算是湖南的老主持了 2012年 加盟湖南台 主持湖南卫视资讯生活节目播报多看点 2013年 主持舞蹈节目起舞飞扬 2014年1月 在湖南卫视歌唱真人秀节目 我是歌手第二季 终担任邓紫棋的芒果经纪人 童年领先主演情景栏目喜剧董小姐 2015年 主演都市青春聚兵 雨火的青春 可以说经验是很丰富的 笑容甜美 声音也温柔 可能是这第一次上 快本还是用力过猛 也闹出了这么些尴尬 不过说起来 刘烨也是代班主持 应该是不会取代谢娜的 大家可都在呼唤 谢娜早点养好并回归呢 爱乐家族一路风风雨雨 成长了这么多年 如果少了一位 歌水也不习惯啊